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要做一个南瓜炖蛋 还有要做一个鸡蛋炒饭 我们今天就开始了 首先我们要做一杯饮饮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 牛脂非常丰富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连续按两次 这里就是咖啡 一期前冲好了冰 冰准备好之后 我们刚才不是脆脆咖啡 这个咖啡可以倒进去 一杯很纯正的味道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下午的饮品 因为我们现在的饭是正在煮的 因为它一般煮饭是要38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是提前去做的 这三分钟 还有33分钟 就可以打一会儿 准备一下我们的其他材料 插头不够了 我们现在就要找个插头 首先我们要插一个插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要很多东西 这些小厨具的话 其实那个电量是比较低的 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拖板去做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它 现在就准备了南瓜 先 OK 是切不到的 好了 我决定手咬南瓜 因为我是切不开的 好 这样呢 就要刮走 然后再放进去 有没有一些厨艺好的人可以教我 其实我是不懂的 但是理论知识应该是 昨天有阿温的书 应该是OK的 还有我们的厨具比较简单 就不会很难 那这个呢 南瓜搞定了 要不要再洗一下 好像有点脏 再洗一下 就放进去 应该可以放多两只 那就开始我们第二只南瓜 刚才怎么切的话 就这样切 浩原出这个难题给我 其实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但是可以挑战 好 接着都是要把它放出来 在学做那个南瓜炖蛋 但是因为我是不懂的 放开了蛋 是啊应该是 好用 接着呢 它就是用这个厨 这个厨具去弄 可以煎东西 可以蒸 我觉得挺好 挺好啊 是啊 而且这个真的是煮到饭 这么小的 小的那一只 是啊小的那一只 煮到饭 现在煮饭了 已经有没有闻到饭香味 是啊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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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是这样做的 我昨天 有水的 有水的 有水 那呢 它是这样的 就有水 蒸锅 是啊 可以蒸可以煎蛋 但是因为好像 太大了 我就慢慢的 好了 就这样 好 接着呢 蒸到10千把蛋下去 好像是这样 它说要蒸15分钟 昨天有个大厨教的 那我就学了一点 鸡蛋 是否要搅拌一些 鸡蛋 本身应该加牛奶 但是 但是我忘了 哈哈哈 这个饭 记得多少人 这个一个人 因为我们昨天 试了一盒米里面的一半 一盒米啊 是一盒米的一半 哈哈哈 好像是一个人的饭 要准备蛋 是啊 是啊 是的 接着呢 这个蛋 就要放进去 但是 应该两只 我估计 哈哈哈 一拼瓜 用不到一只 用不到一只 那应该 加少许奶 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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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四个瓜 四个瓜 那就两只 我相信你 哈哈哈 好 好 好 接着呢 我们现在就要搅匀 因为要熟了才可以放 那我们先准备好料 三样东西 首先呢 我们的小炖钟 炖钟的话呢 它就会是煮饭啦 那另外同时呢 我们这个呢 这个煮呢 是煮一个 南瓜 蒸南瓜 那要蒸15分钟的 有点热 大家要小心它这个 那个位置 小心它的水蒸气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样子 一半了 是的 现在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要等一个时间 那我们看看饭去到哪个位置 那饭呢 我们是还剩17分钟的 那这个煮的话 我们大概蒸了5分钟左右 那我们可以继续蒸一下 蒸完之后 我们就会倒个蛋进去 它就会变成南瓜炖蛋 那今天蛋含量是比较充足的 因为我们刚才 是又要做个蛋炒饭 又要做这个南瓜的蒸蛋 那我们呢 就是今天蛋会用得比较多些 有点真实 但是这个是真的可以模仿到 你在家的时候遇到那些情况 加水 蒸蛋应该要水的 是不是 牛奶 没有牛奶 那就加这个 热 倒下去 然后盖上 倒下去 要等多长时间 应该 herzlich 都会写致 因为现在英文说的 要弄一点 现在 有点 冬蛋 已经整好 冬蛋 昨天我有学过这个是精彩 好了 又有人忍不住要开手了 就可以放这个 我们产品看看 真的能煮饭 你看 是呀 我好像多久 如果家裡是半個小時 這個就40分鐘 多10分鐘 但是它都比較方便 然後它現在兩個在測試 然後這個是鴨腸 我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那些臘腸類的東西 然後就加點菜 就會比較方便 你小心熱 你小心熱 它這個這裡可以看 現在正在測試煮飯 你們要不要試一下 是啊 很搞笑 煮花茶也可以 是啊 可以煮花茶 還有它可以放在裡面水 是給你吃的 可以試一下的 它們都嫌棄我 你吃的菜 可能你的菜是熟的 我還沒賣 三分鐘 它借了 菜是熟的 那我不是撈菜 它有你的菜夾上來 沒有筷子嗎 夾些菜 昨天是炒的 今天是蒸的 蒸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很方便 是完全你中間是不用動手 很方便 原來是真的可以蒸菜 是兩人份的菜就可以了 就插製了 我昨天學了一個 炸彈 蓋蓋 教學就是我們可以這樣 覺得經過昨天的訓練之後 我今天厲害了 拿出來之後 就剛才的飯 放進去 放進去 昨天Sophia教完之後 我懂了 等等 這個沒有黏住 超快的 蛋 還有靈魂的 叫做比糖 會好吃 Sophia教的 豉油 來挑戰這個炒飯 應該都是比較成功的 不如多一點 是不是可以再多一點點 現在有點像 打碎是什麼 再細一點 成功了 這個是炒飯 進步了 就是今天的 蛋炒飯了